30. 中國新聞社 國美電器收購控股股東零售網絡和供應鏈資產 2015年7月27日財經頻道中新網7月27日 電2015年7月26日 國美電器控股有限公司 宣布 以收購控股股東全資擁有的偽委發展有限公司 目標公司 的全部發行股本 此次交易 即控股股東將非上市零售網絡和供應鏈資產全部注入上市公司 交易總對價為112.68億港元 通過此次交易 國美電器將得到控股股東的優質零售網絡和供應鏈資產 勢必提高集團線上線下的渠道競爭力 該部分網絡資產多數為於國家經濟產業扶持帶和增長潛力巨大的二三線城市 得益於此 上市公司將由以一級市場為主的資產網絡結構 升級為兼具廣道和深度的一、二、三級市場格局 實現在中國地區的全面覆蓋和供應鏈的完整 更重要的是 國美將基於遍佈全國的網絡資點和完整的供應鏈體系 加速電子商務在全國各級城市的發展 形成集團電子商務業務和 的差異化競爭力 在互聯網家背景下 國美將充分發揮整體協同效應 整合與共享零售業務資源 採購資源 物流設施 售後服務 倉庫 信息技術基礎設施及人力資源 實現營運的完整性 從而帶來更靈活的倉儲和配送 理單管理及成本值省 同時 滿店實力的強快也將同步 加速電子商務的發展 促成線上線下相向引流 實現全面融合 為消費者打造全零售生態圈的 全方位消費場景及服務 加速全零售戰略的步伐 首先 借助統一的全國性網絡和完整供應鏈 加速電子商務全國性發展本次收購的零售網絡 供應鏈資產大多位於國家經濟產業扶持大和二三級城市 國美將以此為支點 依託於首億國家經濟產業政策 紅利的181.23級城市的採購、物流、售後的供應鏈價值平台 促進電子商務的全國性發展 整合後 國美將通過完整的供應鏈 在電子商務和 方面實現全國各級城市全面發展 形成差異化競爭力 讓更多消費者體驗到互聯網家時代的家電消費體驗 其次 通過完整性的全國供應鏈 為電子商務全國發展 和滿店中心發展提供強有力支撐 造力 國美全零售生態圈的發展 主要體現在 一形成覆蓋全國範圍的立體物流網絡 成為中國最大的家電類社會化物流網絡平台之一 此次交易完成後 上市和非上市物流網絡相互融合 將使國美得以建立起遍及全國範圍的立體物流網絡 進而形成全國點 線 面全面覆蓋的物流網絡 不斷提升物流服務的效率和質素 以托於線下1714家門店基礎 國美將順利完成全國的物流中心佈局 覆蓋600多個城市 2500多個遠區 45000多個鄉鎮全部實現本地化物流配送安裝 國美將建立以全國區域倉 城市倉和全國中端配送覆蓋的三維一體立體物流網絡 為電子商務在全國的發展提供強大的支撐 提升行業服務標準 進一步推進全零售戰略 由此 國美將加速達成在全國400多個城市實現一日三達 精準送貨 送贓同步的行業外最高標準的目標 憑借融合姿勢 未來將會繼續覆蓋其他城市 增加顧客受益面 以佈局全國性售後服務網絡 打造中國最大的家電售後服務網絡 平台之一作為中國最具競爭力的家電安裝售後服務商 國美在全國400多個城市建有2000多個網點的售後服務平台 提供家電安裝、延保、維修和回收等全流程售後服務和24小時解決承諾 在此基礎上 借助此次交易完成後新注入的門店網絡 國美將拿著發展的先發優勢 全面佈局全國售後服務網絡 屆時消費者將因售後服務水平提升享受到更全面的服務 國美也將進一步鞏固集團在售後服務領域的市場地位 並進一步增加於消費者的年性 在收購後 國美成為中國最大的家電售後服務網絡平台之一 三者歷千億級家電採購規模打造中國最大家電採購平台之一 基於千億級家電採購規模 國美會繼續發揮與供應商的協同效應 發揮大數據工廠的優勢 豐富產品品類 提升採購平台優勢或以價能力 未來消費者將能在國美選購到品類更豐富 性價比更優的商品 成為採購升級最大的受益者 值得一提的時 國美將利用CEB反向定制及產業協同製造 以差異化智能化產品作為法力點 形成強大的商品競爭力 增強整體武力水平 並進一步擴大差異化產品優勢 與此同時 此次交易完成後 依托全面融合的物流平台和顯著增加的商品品類 國美將個性化服務體系覆蓋全國 全面提升用戶體驗和滿意度 增加客戶黏性 皆時 基於本次交易所帶來的線上線下融合 消費者得以在國美全零售生態圈中任意選擇 國美將充分滿足消費者多樣化個性化的消費需求 股東也將通過此次交易得到更多的利益 在合併後的完整供應鏈以及採購升級支撐下 國美商品的規模效益和商品經營能力將持續提升 而物流成本及服務成本的降低 即將促使國美財務結構進一步優化 從而實現集團財務成本的下降 更重要的是 合併後的完整供應鏈將成為國美電子商務 全國性布局和以給市場發展的最有力支撐 將持續提升國美在家電零售領域的核心競爭力 而因銷售額提升和物流、服務等費用成本值省的開源折留 則將成為國美經營能力持續提升的最可靠保障 最終促成消費者和廣大股東的雙贏 再次,整合位於國家經濟產業扶持大和增長潛力巨大的 二三級市場網絡,實現全國性網絡布局 打造國美經營能力持續提升的紅利中心此次交易完成後 國美將完成全國網絡的整體布局 覆蓋將由269個中國城市大幅拓展至436個城市 值得一提的是,目標公司在中國181個城市擁有578家門店 其門店都位於國家大力發展的一帶一路經濟走廊 京津企經濟區、東北蒙東經濟區、長江流域經濟大和 北部灣經濟區等國家大力發展的經濟特區和扶持地區 尤其是一帶一路、京津企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大三大地區 政策效應已經初步顯然 受益於經濟發展潛力以及國家政策的支持 會顯著大動這些地區基礎設施和運輸的快速發展 形成新的經濟增長極、增長大和城市群 提高當地經濟水平和消費力的增長 目標公司的年 H門店定將緊渣時代機遇、實現快速發展 為國美注入新的增長動力 此次集團將非上市公司部分注入上市公司 也符合經濟發展趨勢 與國家經濟發展政策步調一致 將加速國美實體店向二三級市場中心發展 通過統一全國網絡、完整的全國供應鏈 領先的全國家電平台以及最大供應鏈平台 國美將進入全面深化全零售戰略的新階段 此外,目標公司於完成後將成為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 集團和目標公司之間的管理協議及採透服務協議 將自行中止從而減少關聯交易 進而簡化集團的企業管治 與此同時,集團將受惠於更有利的融資條款 及資本結構優化所帶來的利息開支值省 以及稅收優惠政策等 此次交易總對交由現金、新股和應股權政組成 其中包括現金22億港元,以每股1.39港元的價格配合 和發行62億新股份,以及配合和發行的25億營股權政 行權價為每股2.15港元 代價之現金部分將以內部資源撥付 該交易需待目標公司及空股股東獲受清洗豁免 以及獨立股東批准後風可作實 國美電器總裁黃俊周先生表示 受益於國家經濟結構的調整 以及互聯網家戰略的提出 此項交易對於國美來說 是一個重要的理程碑 將完善國美的門店網絡 提升渠道競爭力 並加速實體虛擬的融合互通 目標公司與集團現有的零售店舖網絡 具有高度互補性 該交易可全面提高全零售供應鏈價值平台的實力 特別在意 三級城市的拓展和 電子商務的延展方面有為顯著 國美相信 在董事會和管理層的大令下 伴隨互聯網家的國家戰略 國美將繼續透過大數據工廠進行 從深度數據或挖和精準營銷 加速線上加線下加移動端的互融互通 全力打造加電零售行業內的三大標竿 低價標竿、服務標竿和 設實為消費者提供全方位 最高標準的服務水平 並提出國美全零售戰略 加速完成2017年再造一個國美的目標 進一步為投資者創造價值